以前他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是很狂的 经常每天回来的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 后来自从到渠州去了之后 特别是买了车之后 本身一个星期回来一次的 后来半个月回来一次 甚至一个月 两个月回来一次 但他在干什么呢 他又不好好跟我说 说几句马上就脾气来了 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在外面 因为工作太忙 有时候东西也跟他讲得清楚 不是我不想回家 是吧 因为是工作原因 所以说造成了这样 因为他脾气太急躁了 稍微以来就是很暴躁 要跟我吵 吵了三十天也不理我 所以说我也无法给他沟通 接下来掌声有请对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58岁 来自浙江房产经理 女嘉宾郭女士52岁 同样来自浙江 退休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了 我们结婚26年了 26年了 今天谁要来啊 今天是我要来 要干嘛呀 来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起先时技术应该是很好的 后来然后矛盾呢 是从他那时候工作在外地 我们俩处于分居状态 这样就矛盾出来了 他当时是蛮好的 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后来呢就半个月回来一次 甚至一个月回来一次 这样 这个分居大概有多久啊 两地分居的时候 我们是2000年开始的 哇 26年的婚姻生活 没有啊 我经常回来的 我也是经常回来的 然后有一次他生病的时候 我特意连夜赶回来 是不是 赶回来 你还说呢 当时他回来 我是很感动的 因为我开刀嘛 连夜赶回来 后来第二天啊 马上就走掉了 走掉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然后后面整个过程 全部都是我妈妈跟我同学照顾的 没有啊 因为当时他说买车啊 是为了回来方便 是吧 后来结果 一个月回来一次 我都不知道他车买 是买给谁的 当时买给我们的了 买给自己的 谁知道 然后我们买车 然后公司有公司的 规章之路的 买了车也不是天天回来的 对不对 我也要养家的 不 你们这两地 离得有多远啊 700多公里 它在徐州嘛 700多公里 700多公里 对 你还说公司的 这个分居有17年啊 对 不是 也不是分居 到时候 回来是回来的 对对 就是说 后来距离拉远了 叫异地 不说分居 就跟分居 一地夫妻 一地夫妻 26年的婚姻 有17年是在异地的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就没想过调过来吗 好奇怪 没有 因为那这个工作 它 这个是我理解 没办法的 因为它工作 整个单位都过去的嘛 它没办法调过来 孩子跟谁呢 孩子在家里的 男孩女孩 男孩 你一个人待 那我是又当爹 又当妈的那时候 哎呀 不容易不容易 现在孩子得 现在孩子已经工作了 工作 25岁了 那就好好地过吧 干嘛就说说吧 我们看看解决 那他当时我就吃的是 为什么 就是这紧矛盾是出现在 这四五年里面 他当时我还 前面还没事 前面因为没买车 后来车买了之后 他当时是说 为了回来方便 是吧 那后来结果拉长这么去了 我就气死了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们公司里 我说有没有女孩子的 他还说我们公司里 没有女孩子的 当时我很踏实 不是你也信呐 对 这是一个什么公司 但是我就是信呐 就是信他 因为老公们 我肯定信的 然后我那天 我就想给他个金石 我到他公司里去了 一看你们知道什么 全部都女孩子多 但是我这个 我想这个小事情 都要瞒着我 是不是 那大事情 不是都要怎么样了 不是 不是 我说这是跟他看完笑的 我怕跟他 哪里叫房地在公司 没有女孩子的 那肯定是女孩子 对男孩子多了 然后我怕他处疑心 看他有想法 所以说没敢说 没敢说 行 所以你想的就是说 这事你瞒着我 肯定还有更多的事 就是说了 我认为其他什么事情 更加瞒着我了 还有别的吗 还有什么事 有 有 有说说 还有就是说 你也不是不知道 当时我们住的是旧房子 旧房子 旧房子 当时我们窝顶 就是我跟我儿子住那里的 当时窝顶上面 有一个死的老厨 当时我真的吓得要命 因为上面 扣板上面 屈从都下来了 我真的吓得要命 后来然后我打电话 很有味儿 然后我打电话到街道 街道里来帮我看 看了之后 然后都处理掉了 处理掉 那当时我也很理解他的 我想他工作在外面 很忙的 不是为了这点小事赶回来 后来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 电话不接 后来甚至是关机了 那你怎么解释 你做一下 没有 他老是打电话很烦的 你打打打了 肯定要关机了 那我又是谁打了 然后我私伙 师傅 我还跟他说过的 我说我们接到新的任务 因为我说那边的老总 我还想比较一董事长来 然后他说临时要 订了个楼盘 要开盘 那没办法的 因为我要养家的 我肯定要工作为主 不是 你接个电话没事 他老是开会嘛 刚好在开会的时候 打嘛 打得烦嘛 那我又不知道你在开会 打了震动嘛 打了震动以后嘛 那我有事肯定要打了 就是没电了 不是 开了 您这会开了多久啊 那上午下午都要开的 有时候 中午也不吃饭 中午吃的 我给他回过去嘛 我也生气嘛 您是回过电话去 后来再回来 后来再回 那事情全部都弄好了 再回那有什么用了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干嘛 解决什么问题呢 是解决两个一分 其实男的回来 就算你回来了 他也不陪我 同学一个电话 马上就走了 就又扔下我一个人了 也不帮我干爹家户 你说是不是 那平时他不在我家里 同学都知道 我在外里工作的 然后偶尔回来一趟呢 大家喝喝小酒 打打牌 是吧 不知道我啊 然后我要陪 我要陪你逛上街的 我不是陪我 不要说了 还说陪我逛街 你们大家听听看 陪我逛街 我叫他去逛大厦 陪我买衣服有一次啊 然后他说好的 然后我们去高高兴进去 去了到大厦门口 他就跟我算了 他说老婆 要不你先进去 我在门口等你 这就要陪我逛街吗 一次都没 从来没陪我一次 买衣服过 不是 因为我一个大男人 你们女孩子买衣服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你买衣服 我逛电视市场 不是买好的吗 那后来还有一次 那你男人说话 总得算数是不是 那我妈妈 还有一次我妈妈生日 那她答应我的 她说我下星期回来 但是我很高兴 我想回来 那后来我那天去 早上很早起来去买菜 而且还买了 他喜欢吃的海鲜 我才难得回来的 买了好多菜 烧了一大桌 后来昨天又等 还没回来 我都没回来 我不是气死了 都是我哥哥 我嫂子 我儿子 他们全部都在了 我现在怎么还不回来 然后我打电话过去 打电话过去 他说今天很忙 我过不来 那你应该早点通知我 是不是 我也知道 这个事要命 董事长过来了 说要赔领导应酬 然后又多喝了几杯 然后回到家里 又把这个时间忘了 然后张文杰的理题 我都准备好了 理题有什么用 我估计这个异地夫妻 可能这种事还挺多的 就是说了 你怎么打算呀 就夫人其实意见很大 不在于说 你在不在身边 好像你感觉 他心里没你 就是说了 电话打过去 总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年龄也大了 然后呢 我也再烦死 想想看也差不多 想想看也是不太好 然后跟老板呢 也申请过来 说以后 以家庭为主的 慢慢的工作呢 我说慢慢的 后面放一放 让年轻人先上来吧 我还给他提这个意义 他说带人嘛 最近也就带了两个人 就为这个事情 我老婆都提出来这个事情 我就特意跟我董事长申请 这四五年来听着 他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您就脾气特别好 就吞下来了 没跟他打打闹闹的 打打闹闹 那有时候也有脾气了 特别是我妈妈生日 是不是 那难得一年一次生日 我妈妈82岁的人了 那这个场合你也不到 那你是太过于不孙 是吧 那其他事我可以理解 那朝朝闹闹也没用 他人在外面 打也打不动 是不是 难受啊 就是说要在旁边 我肯定打 现在就在旁边 要不然打一打 听起来好像妻子 还是满心 就是一心就在家里 就是个小孩 是 我都不出去的 踩麻将也不会跳舞 我都不出去的 这个一直告诉家里的 对 其实以后孩子也大了嘛 该打麻将打麻将 不打 该出去跳舞 出去跳舞 不去的 我到现在都不去的 去呀 最辛苦的家里 所以说我打电话 有时候事情 我真的很吃 咋整啊 回来吧 是啊 我也跟他讲 我说把这个小网民改掉 以后都陪陪你 帮帮上 你心里有了没他 有 你有你一两个月 不回家的 真的 你有你回了家以后 你跟同学喝酒 你不陪他 有同学喝酒 我还叫他 他说喝酒他不去 他闻到烟味 他难受 我又不会喝酒 你觉得他这个要求 是合理的吧 合理 咋整 你有你有办法了吗 有 啥办法 说来 经常 现在呢是一个星期 准备一个星期 回来 能坐到 车也不开了 坐高铁了 现在方便了 我相信这个 二十多年的婚姻当中 还有很多东西 这个有美好 也有 让夫妻之间 心里面有一些 不太舒服的东西 今天夫妻俩反正 就把话说在这儿了 有很多婚姻当中的东西 大家可能也能够体会得到 就是这么一段婚姻 大概妻子是希望 未来的生活能过得幸福点 是吧 是的 觉得苦了这么多年了 儿子我看也工作了 等于儿子也出来了 对吧 就希望我们俩能够过得幸福一点 那这个幸福应该怎么来呢 怎么过呢 帮着出出主意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来伯伯兄 我今天真的非常亲切 为什么呢 我们三个人都来自杭州 我认为这个妻子很不容易 你这么长时间的异地工作 你的妻子 她表达的是一种理解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们说做子女的要常回家看看 那做丈夫的 在异地工作也要常回家看看 而且回家了以后 多帮妻子做做家务 这也是应该的 这表达的是你对她的这种感谢 她一个人在操持做家 她现在也退休了 一个人也很孤单的 你虽然很风光 越劳越值钱 现在已经是经理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象妻子呢 所以这一点我真的 虽然我们都来自杭州 我还是要批评你 虽然你比我年长 这时候你更需要反思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波红兄 来 莎老师 刚才说到这个 女士说相信您 单位没有女生这件事情 觉得很幼稚 其实从这个方面 也足以见得 妻子对您的信任程度 是有多么的大 您说单位没有女生 她就能一门心思地 就信任这个借口 所以能够找到这样一个 对您百分之百信任的妻子 从不怀疑的妻子是多么的不容易 异地夫妻其实真的很辛苦 因为付出的要比平常在一起的夫妻付出的更多 所以如果说丈夫是负责养家的 妻子是负责照顾家的 那在两个人的分工当中 没有谁比谁的工作更胜一筹或者更重要的 因为两个人是协同合作的关系 甚至妻子可能比您付出的要更多的辛苦 因为他不光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他要照顾家里所有的一切 他还要惦记远方的您 可是您呢 您只要负责每个月往家里面寄钱就好了 家庭所有的琐事您都不用操心 您想想17年的时间 您都没有陪在儿子和妻子的身边 您不觉得对这个家有很多的亏欠吗 您在周末回到家当中 还能拿起背包去跟朋友喝酒吃饭 我不知道您放在这个家里面的心有多少 所以如果未来真的您可以做到 把工作放在第二位 家庭放在第一位 您真的要好好弥补妻子 这么多年 义无反顾地信任您支持您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去支撑他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沙老师 来 图老师 如果一个人认为一样东西重要 他会天天待在身边 即便放在家里所在保险柜里 他也会惦记着他 但显然你不是那个重要的东西 表面上说 这都是很多夫妻之间存在的问题 就是年纪大了 变得彼此之间不那么需要了 但如果把这个问题说透了 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那就是不在乎了 什么什么 长期不回家呀 电话没几个呀 出去打麻将呀 就是心里没有你了 但如果你说这个问题是发生在很多的夫妻之间 那我也想说 也有很多夫妻是越老越在乎 在乎什么呢 怕对方病了 怕对方死了 怕自己孤独终老了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是越爱越不在乎 有些人是越爱越爱不释手 这就要看一个人对生活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感悟 当一个人真正的看穿了生活 活透了 他会觉得 人的这一辈子 就这点东西 枕边人都不在乎 我在乎什么呢 我们还要共同的面对死亡 一直走下去 所以啊 人哪 别错过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到那个时候想找回来就难了 人家给你信任 你要珍惜这份信任和尊重 你不要荒废了他浪费了他 对不对 该跳广场舞 该跳广场舞 他不逛街找个人陪你逛街就是 如果你有点自己的事 你忙活起来 你看看他会不会着急 他要是来个几次打你电话 你说老婆你在哪 你说我在逛街 或者说我在哪儿哪儿哪儿的时候 他立马这个心就掉起来了 我所说的这些 不是为了故意引起他的担心 而去做这些 而是你真的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的 女人永远不要渴望着 等男人打电话回家问候 又或者是只会在家里等男人回来 女人同样要走出去 当你生活有了内容 他就会开始关注起来 当然也会有小小的危机感 祝你们幸福 这其实是一个怎么开始新生活的一个话题 综合一下老师们的话 就是未来的新生活 你们怎么过幸福了 想清楚 怎么宽容对方 怎么告诉自己 你们就得重新开始 你们自己去想 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 人物性格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 老师们帮你们找到了证捷 不管怎么过这个日子 都要有自己的生活 再恩爱的夫妻 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生活不是说我不管他 在相互照顾的同时 能找到相同的兴趣 就一起去 没有相同的兴趣 你让他有他的兴趣爱好 你有你的兴趣爱好 到了这个年龄 人应该活得更自然 而不是那么压抑 对身体不好 这个年龄你不找病 病都来找你了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还是每个星期都回来一次 过了年以后 二月份 过了年了 再去回到航空 大家过美好的退休 亮灯亮 这也真是 相悔无言 谢谢您 大家 回去好好想一想 等他回来之后 这新日子怎么过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吧 好好想一想 怎么过 其实这个时候 人生才刚开始 有种说法吗 说人生退休之后 才是刚开始 因为你开始了 新一段的生活和日子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会顾及很多 当你退休的时候 基本孩子也长大了 你该付出的都付出了 很多社会责任 都尽完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没有勇气 活出一个真的自己 或者怎么让自己 幸福起来 那是生活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智慧了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还不跑啊 主动点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啊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 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湿元送一套 纯净级保湿 十克透水嫩 要保湿伊贝斯 保卫爱情呵护那几天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方红堂提供的 爱情保卫战 那几天呵护礼盒一份 好 我们一起见证 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吧 好了 开开心心地过吧 来 多照顾她 好好好 谢谢两位啊 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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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女生 最后落泪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直保持那个优雅 和那份所谓的自信在那儿呢 生活有的时候 崩一崩还是需要的